我一開始的觀點是說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這些屍體呢? 但其實我們藻礁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生態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質 所以我一開始的觀點是說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 所以我一開始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 他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我一開始的觀點是我們幹嘛要保護藻礁 所以我一開始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 因為就是一個 我一開始的觀點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一個植物靈固塔的概念 但是後來才發現 其實藻礁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生態 有魚、有彈圖魚、有螃蟹 各種各種的生態 動物、植物之類的 植物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呢? 他就是一個植物屍體 就為什麼我們要保護一個植物靈固塔的概念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 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 一個植物靈固塔的概念 為什麼要保護它 那後來才發現 欸?靈固塔 靈固塔 靈固塔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呢? 為什麼我們要去保護一個植物靈固塔 但是後來才發現 欸?藻礁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非常豐富的生態在裡面 有什麼彈圖魚啊 有螃蟹啊 有各種奇怪的動植物都在裡面生長 所以你把它摧毀了 它那些動物就沒有家可以住 這是我媽告訴我的 而且… 感覺… 那誰 zo好像有給了